林醫老師 在氣喘這個部分 食物的攝取有什麼要注意的 在平常保養上面 當然我們知道冰的 可能就要少吃 再來就是油炸的食物 因為油炸 其實你在油炸的時候 你的油脂 就已經裂變成不好的物質 容易引發起所謂一些 發炎的反應 所以是油炸的東西 盡量就要減少 可是我比較要提醒的就是 小朋友常常吃的一些 巧克力餅乾 還有包餡的那種餅乾 它裡面其實含 所謂的反式脂肪酸的 一個油脂含量比較高 包餡的餅乾 就是說最近夾了是什麼 夾心餅乾 或是巧克力餅乾這一種 它裡面的油脂 是屬於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其實很多研究發現 它對於小朋友的氣喘 是有影響的 如果你每天都給你的小朋友 吃這麼多的一些零食的部分 再來就是大人上面就是說 如果你吃的食物裡面 你有所謂的那種 所謂人工添加劑 比如說有所謂的防腐劑 二氧化硫 牙硝酸 牙硝酸常存在就是 我們過年吃的那種 香腸辣肉裡面 對 還有一些就是香腸辣肉的部分 蜜餞 蜜餞這個食物 其實它是屬於比較是第一個 就是有所謂的二氧化硫 或甚至有些它會放防腐劑 這些東西 蜜餞它有些 它會讓它顏色漂亮的話 它也會加一些色素進來 然後這時候問題就來了 通常在色素 雖然色素它的用量 有些是合法的色素 可是有一些像黃色的 紅色色素 可能在吃多了過量的情況之下 也可以引起小朋友 可能在氣喘上面的一個發作 所以基本上我們鼓勵小朋友 是不要吃太多的餅乾 或大人也不要吃太多的蜜餞這樣子 那另外如果說 你在做保養的部分的話 除了剛剛講的維生素A 維生素C之外 另外有一種礦物質是C 一個石頭 然後一個C邊的C 那這個礦物質裡面其實 就存在於所謂 像一般堅果類的東西 杏仁核桃 瓜子 葵瓜子這個部分 它具有保養的一個功效 所以在過年大家都吃滿多的 對…但是吃夠多 還是會有肥胖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在肉類的選擇上面來講 你可以選擇 Omega-3脂肪酸高的食物 比如說像是魚肉的部分 它本來就有抑制發炎的一個作用 那氣喘本來就是一個發炎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選擇 是 好 那請問一下 氣喘的朋友在運動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有 其實依照根據我們的研究顯示 90%的氣喘患者會在高強度的運動中 產生一種叫做 氣管的痙攣的症狀發生 比如說你的強度高於85%以上 你的呼吸會從喘到無法呼吸 那個時候你就很容易有氣喘的誘因 起來 那又有一個很諷刺 是不是那我氣喘我就不適合運動呢 其實這個氣喘它是可以被控制 然後在一個適度的 像醫生講的 你的藥量的使用上面 可以幫助你舒緩 那以運動的選擇呢 你也要有一整套的暖身 你有主運動 你的運動的強度要在監控中呢 其實都是非常的安全 OK 好 那在中醫的部分 你們對於氣喘的減緩或治療 有什麼建議嗎 對 這還是回到 第二 要注意保暖 注意 我們林醫師有提到說 注意感冒 感染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都會有痰 會有一些分泌物 對我們的氣管就是一個壓力 那還是回到說還緩解期 我們中醫也有這種觀念 在緩解期跟擴張劑一樣的觀念 就是要扶正固本 多吃一點對免疫力調節的 多運動 休息規律 像吃一點黃旗 西洋參 我們剛才講的補中液氣湯 都是很有幫助的 還是再回到於父母的照顧 然後訓練他自己的免疫力 運動 曬在太陽 坐席正常 飲食均衡 我想應該都對氣管 他慢慢他的免疫力 在從小孩子到成人 慢慢氣喘的發作比例也比較少 可是像林醫師提到 你要是沒有注意到 他變成習慣性 變成不可逆的氣喘反應 就是他氣喘 已經沒辦法改變他氣管的變化了 自然就沒辦法做痊癒了 還是在小時候父母要照顧得宜 這樣比較重要 好 請教一下小雲老師 如果在氣喘發作的時候 他沒有帶擴張劑的話 你有什麼樣建議嗎 有什麼樣運動可以舒緩 你可能那時候要做運動 對你來講也會比較不方便 你最方便的是給他一杯熱水 或者是給他一個濕毛巾 濕毛巾 濕的毛巾 讓他能夠口皮有濕潤感 然後熱的時候 它可以增加你的 呼吸管道的順暢 好 最後呢 我們請教兩位醫師 因為我們今天講到的是 國人十大死因當中的 第七名是 慢性下呼吸道的疾病 最主要就是 慢性阻惑性肺病還有氣喘 關於其他的部分 要不要請楊醫師簡單地來說明一下 其他當然也有一些疾病 譬如說像 濕氣管擴張 濕氣管擴張症 症 那個就是一個氣管 組織已經被破壞 被造成這樣蜂巢狀的一個結構 對 X光造起來會像在 在肺部的下方會造成蜂巢狀的結構 這種 它彈很多 而且都很臭 那 彈很難咳出來 其實咳出來也很臭 那甚至很容易造成 併發性的肺炎 就會造成併發性肺炎 另外它有些 剛剛提到就是說 像有些叫一個叫 嚷狀纖維症 這種東西 這個是一個先天性 這比較少見嗎 對 少見 西方人比較多 東方人比較少 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剛剛一種 酵素缺乏的什麼 抗衣蛋白酶 酵素缺乏的這種 這種人 也是屬於西方人比較多 東方人比較少 是 那這些也一樣會造成這種 慢性下溫膝道的疾病 就是慢性阻塞性疾病 但是這個病 都是跟遺傳有關 比較少 在台灣是比較少見的 是 主要我們講說 慢性下溫膝道的疾病 還是以這兩類為主 對 氣傳還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為主 來 羅醫師有沒有補充 的確 這支氣管擴張症 它主要強調的是濃痰 它的痰特別多 那一般 這也是至於中老年人 以前就喜歡抽菸喝酒的 特別多的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這種濃痰 它也的確是這種發炎 它代表的是你抵抗力比較虛 所以很多老人家 你要發現你痰很多 而且是濃濃的 特別多 而且在我們的杯子裡面 可以分成三層 有濃的 有水水的 有雜質的 那特別強調就是 它不是純感冒了 那可能要去我們的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得到這個 支氣管擴張症 那再來中醫來說 也是剛才提到的 就浮症固本加去血 浮症固本就提到的 黃旗 擋身 這些免疫調節的 去血就剛才提到的是 腳骨瀾 我們剛才提到陳皮 佛手肝 這些化痰藥 我想這樣搭配 西醫的使用 我想對控制 支氣管擴張 真的是有幫助的 是 好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專家 來到節目現場 跟我們聊了那麼多 這個國人世大死因的 第七名是 慢性的下呼吸道的疾病 也提供給觀眾朋友 各位參考 感謝觀眾朋友 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來 謝謝 謝謝 我們處理的車禍 使用率最高的就是 改裝車 超過10件的50點 都大距離的 處理超過10件以上 只有一個回合 大概每一年至少有200件 一兩化太重力 你不要從橋上去